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留学生在美国读书面临着坐牢的一个血泪的案例 我讲这个并不是说不能够来美国读书 而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判断 不要做错的事情 有一个来大陆的学生 他本科在北航 他在来美国硕士申请的过程中和签证的过程中 隐瞒了自己在北航读本科的历史 结果在美国的硕士期间 他要去申请博士 他博士为了争取博士的录取 因为博士申请是竞争很强的 他在这个过程中又写进了他北航的经历 结果他的博士没有读成不说 反而被发现是签证欺诈 现在要面临做十年牢的风险 我很感慨 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国防妻子的学生 我是在中国读的本科来美国读研究生 所以我了解这些国防妻子的这些学校 我们作为学生 其实只是要到学校来学一个能力 我当时学的合工程 我们当时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国防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来美国读书 其实都是要学本事 都是要立足的 并没有说我到处就是为了到哪去放个炸弹 不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这一个学生 我想他也是这样的目标 但是就因为他隐瞒了他的历史 而且没有好好处理这件事 造成这样的一个面临坐牢的结果 太扎心了 所以从这个案例我总结了两点 希望国防妻子同学也好 或者在美国已经读书的同学也好 一定要注意 第一就是不要隐瞒和作假 也不要允许别的人帮你来作假 你还是要有所敬畏 因为你在学校比如作假 有了一个假成绩单或者代考 你可能只是被学校开除而已 但是如果你在签证的过程中 隐瞒欺诈作假 通过这个拿到了美国签证 这个就是触犯了美国的移民法 这就可能会坐牢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 也不要去找个这个250的顾问 第二就是我想详细说 就这件事其实本来是可能避免的 如果学生想在美国留学和发展 你要有在美国的团队 这个团队要深刻了解 在美国的学业就业的发展 这样的专家 还有要包括学生身份 签证专家要长期的支持 你要做对的事情才能避免雷区 一定要远离250的所谓的机构专家 因为有的机构 他声称我在美国有顾问 但是他的所谓的顾问 只不过是一些在美国非法打工的 一些再读的国际学生 师哥师姐 这样的话 他们自己也不了解美国 而且他自己就是非法打工的 所以他也不能承担任何的责任 结果就是学生找个大媒 这个学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你当然可以说 我遇到的事情再找后人 但是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晚了 你可能损失已经造成了 我一直建议 留美的家庭 尽早在后人做长期的规划 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发展 我们一直在美国 有长期和全面的服务能力 而且我们能覆盖整个的 F1国际学生的生命周期 从申请规划到美国就业 如果到了不能收拾的程度 才找后人 这个是让我非常痛心的 据到这个学生情况 我认为是有惩罚过重的嫌疑的 大家也知道我是在美国NAFSA中国专委会的主席 所以每次我遇到中国学生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 我也会大声的呼吁 希望中国学生有更好在美国留学的环境 咱们最后都是留学拿到学位成才能够自食其力 所以咱们是国防妻子的也好 有什么样的情况也好 想要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都要好好的规划 不要做傻事 也不要去搞签证欺诈 如果以前有过不好的经历 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找有专业的人士 帮你来做未来的规划 不是我们帮你来引盖 而是就比如说咱们知道这有一个马蜂窝 你非得去把这个连给掀起来 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这个案子我们也有所接触 有所参与 看到其实在很多点上面 都是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失的 但是到了现在这一步 它已经到了法庭法律的程序了 我们确实除了呼吁也无能为力 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一个是有一个敬畏心 另外要有走正路 能够长期规划的这样能力的团队 来支持你在美国这些年的学业和就业 那么今天感慨比较多 因为这个学生的背景 其实和我以前的相似 我也希望这位同学和家人 尽快的能够从这个困境出来 不要被过重的惩罚 好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能帮助到你的朋友同学家人 非常感谢你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就能改变 他们留学美国的路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